當仔細聆聽了吳女士兩輪的發言 他在第一論裡面特別提到經濟的重要 我完全認同 所以侯友宜市長在不久之前還特別講 我們將來要組成的內閣是經濟內閣 讓我再講一次 經濟內閣 扯一大堆其他的都沒有用 把老百姓的生活改善 讓台灣的經濟能夠更好 才是我們最主要的目標 那剛剛吳女士也提到 說為什麼民進黨就死也不肯推 這個不在籍投票 可以加會兩百萬人起碼 但是民進黨就是不肯 因為民進黨對我們的選民沒有信心 那另外2050的禁令 民進黨現在我看也根本做不到 蔡英文不是講了嗎 李远哲都生氣 反正2024我就卸任 2025以後的事我管那麼多 那你竟然不管 你為什麼訂個2025非核家園 你不訂個2024非核家園 要算帳都不知道找誰算 好那麼蕭女士剛剛有講 她說我以前就講說中華民國民進黨執政會滅亡 我講這個是不是開玩笑的 當然我講這個話也不是只是對民進黨講 我也對當時的國民黨主席李登輝講 李登輝說他不是台獨 那結果李登輝認滿以後組織一個比民進黨還獨的政黨 台聯黨大家都看得到 這不是我講的 那民進黨說 中華民國國旗在總統府每天都升起 其實很多民進黨執政的地方 是不升中華民國國旗的 你現在看到中華民國國旗都是國民黨執政的地方 升的比較多 連國慶的時候民進黨的各種大典的請貼 都沒有中華民國的標誌 都沒有國旗的標誌 那民進黨的黨綱 民進黨的黨綱不是就是台獨黨綱嗎 那台獨不就是要消滅中華民國嗎 台獨難道是要保衛中華民國嗎 台獨難道是要支持中華民國嗎 所以我常常講 我說民進黨跟共產黨是一樣的 都想消滅中華民國 共產黨也想消滅中華民國 民進黨也要消滅中華民國 只是現在逼急了 然後就說哎呀中華民國台灣 然後就還是不肯講中華民國 你就想要借殼上市 假借中華民國去遂行你台獨的主張 大家都知道啊 否則的話為什麼連這個美國三個重要的學者 葛萊伊他們要這個賴清德把台獨黨綱廢了 或是把他凍結 賴清德就毫無回應呢 是誰在立法院說 我是一個台獨工作者 後來改口叫我是一個務死台獨工作者 但是我在任何職位都不改變呢 那台獨不是就要消滅中華民國嗎 那如果不是我們出來大聲疾呼 不是我們出來阻擋 那不是台獨成功的中華民國就完蛋了嗎 所以蕭女士剛剛一直講說 他守護中華民國 我真的覺得有一點不知道精細何系 那當然了就是說 我們當然希望分散市場 民進黨也喊了要南向喊了半天 那民進黨南向的什麼呢 對大陸市場依賴比以前更多 我主張將來我們除了南向 我們要注意印度的市場 我們要注意中東的市場 我們甚至要注意非洲的市場 那將來都是有無限潛力 無限潛能的 那另外呢 這個民進黨說 不要靠單一市場 我完全同意 最好能夠分散市場 對不對 但是民進黨去年還是靠大陸 賺了 台灣賺了大陸1500 1600億美金 還賺這麼多錢 大陸去年賺美國4000億美金 裡面前20名的出口商 前17大都是台商 所以你說要斷 那你去斷 我很贊成 蔡英文不是講過嗎 說如果他當選ECFA 他就要把它取消了 那取消了沒有呢 不但沒有取消 最近還說不應該取消 不應該取消 這不是也很奇怪嗎 那不是這個 這個做一套 說一套嗎 大家放心 民進黨承諾大家的社會福利 我們執政以後 全部照保留 還要加碼 絕對不會刪減 另外呢 這個我真的覺得 小女士也好 民進黨自我感覺滿良好的 他剛剛舉很多數字 馬英九那時候舉數字 就被民進黨笑 這是冷冰冰的數字 他們現在去重複 舉出一些冷冰冰的數字 說他們很好啊 等等一堆 如果民進黨執政這麼好 為什麼有六十趴的選民 都希望這個換黨執政 換人執政呢 對不對 我剛剛也講啊 也許有人是覺得民進黨執政 那就繼續支持民進黨 民主政治本來就是這樣啊 做好繼續做 做敗換人換動 就是這樣子嘛 我還是要回到賴清德 因為賴清德前天在政見發表會說 他說在中國的眼中出來選總統的都是台獨 大家都變成台獨了 這種說法完全是賴皮 賴總統 賴總統候選人賴清德不要賴皮 我要鄭重的說明啊 像賴清德這樣不認同中華民國的才是台獨 賴清德在國大的時候高舉台獨萬歲 台灣獨立萬歲的這個這個標誌 我想大家都都記得啊 那賴清副總統候選人也曾經說過 We no longer identify ourselves as a Republic of China 賴清德講過這話 翻成中文就是我們不再認同自己是中華民國 那現在又變成中華民國的守護者 這不是有一點讓大家搞不清楚怎麼回事 我們 我們 侯友宜跟我 我們是真正擁護中華民國 我們是有名有實 你們是掏空中華民國 是有名無實 嘴巴講中華民國台灣 其實在掏空 想盡辦法掏空 政治人物真的要表裡如一 不要言行不一 好那 國民黨在這邊我再次強調 國民黨絕對不是一個親中政黨 國民黨是永遠的反共 它怎麼會是親中政黨呢 從兩講它就是反共 我們永遠捍衛的是中華民國的政黨 這幾年因為美中衝突 所以中國大陸的軍機呢 天天越中心到台灣來 那民進黨呢 卻不了解中國大陸 完全不了解共產黨 那 這就是我覺得是民政黨 對不起台灣民眾的地方 你要了解啊 你不能不了解啊 知己知彼啊 那美國跟中國衝突到最強烈的時刻 像最近 他還是要談啊 還是要溝通啊 更要尋求高級的談話 拜登一直希望跟習近平見面啊 而且還希望軍事上有溝通啊 大家都看到啊 小女士一定知道啊 他在美國那麼久 對不對 那 這也是我們主張的啊 兩岸之間要談 不能不談啊 而且甚至兩岸還要建立一個 軍事溝通的機制 免得誤判啊 所以我為什麼主張說 老共要允許我們派軍事觀察員 他不能來 但是我們去 因為我們沒有打他嘛 但我們怕他打我們啊 所以要建立一個互心的機制 你的戰機不要再越過中線來了 你這戰艦不要再繞台灣了 你的什麼山東號 遼寧號 不要跑到我們東方去了 好像對我們花東造成威脅 讓我們很害怕 所以呢 國民黨不管再朝或再野 從來沒有放棄過軍事的準備 什麼時候放棄過 現在的潛艦 也是滿90時候開始的啊 對不對 民進黨呢 說國民黨嚇唬人民 其實民進黨才嚇唬人民 有的說兩岸很危險 有的說兩岸不危險 那到底是危險還是不危險呢 那民進黨只是拿中國的威脅 當成他選舉的籌碼 來欺騙選民 來威嚇選民 面對大陸的軍事威脅 我們的主張 當然要有長期的備戰 但是你備戰的時候 你不能忘記 要try 要嘗試各種和平的可能 和平的管道 像民進黨這樣 跟老共現在執政八年 老死不相往來 什麼都不談 遇到事情只會罵 只會指責 能解決問題嗎 解決不了問題啊 蔡英文時候都已經這樣的 那各位想想看 如果賴清德當選 兩岸關係會更和緩嗎 會更和平嗎 還是會更緊張 更有戰爭的可能 沒有 你為什麼兵役要從四個月 延長到一年呢 國防預算為什麼要從三千億 這個增加到六千億呢 特別預算為什麼要增加到 五千兩百億呢 這就是數字在那邊講話嘛 所以各位好朋友 我們有信心 侯康如果當選 兩岸不會對撞 因為我們一定要設法跟對岸溝通 然後呢 這個不會一觸即發 不會一觸即戰 那另外呢 這個 講實話了 那我們的國安人員 憲兵啊 委案人員 我想你們選擇 這個職業的初衷 一定是要保衛國家嘛 保衛中華民國 怎麼會跑到外里去 保衛一個違建的 這個公僚呢 你們想想看 不是很羞辱你們嗎 所以呢 這個民進黨執政八年 除了抗中仇中 這個一再強調 中國大陸的軍事威脅 一事無成 所以民進黨常常講 他要做清廉 清廉勤政愛鄉土 我真的覺得 現在真的是 貪腐專政 愛昏迷啦 愛什麼鄉土 那 郭台銘的時候買 BNT疫苗 誰黨 誰阻檔 誰阻檔 民進黨阻檔啊 有關 有真的在乎老百姓的死活嗎 民進黨有良心嗎 還是只是只會保護高端的股價 高端股價 查了一下從28塊 漲到417塊 市值從30幾億 漲到800多億 誰賺的錢呢 錢到哪裡去了 這個不要查一查嗎 將來不要好好的徹查一下嗎 當然要徹查嘛 所以為什麼要主張 這個恢復特徵組 就是要把這些貪官污吏 通通抓出來 這才對得起老百姓嘛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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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